在六代机还未服役之前 将六代机的部分能力在隐身轰炸机上实现 为其夺取未来制空权 别的不说 至少火力军觉得这套理论过于大胆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却有一丝期望见到的感觉 在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陷入困境的时候 利用现成的B-21隐身轰炸机 承担NGA-D的部分作战任务 总而让美军在未来的制空权计划中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不可思议 今天火力军就来探讨一下 美国空军的B-21空中优势机计划 10月29日美国媒体报道 由于空军重点打造的下一代战机项目 陷入成本高涨的困境 于是五角大陆认为 未来可以让B-21隐身轰炸机 承担部分的六代机任务 毕竟诺斯洛普认为 B-21不弱于六代机 能隐身 能突防 在未来超市距空战环境下 空中平台的机动性 反而是最不重要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空军需要重新考虑 当前的六代机计划 准备对B-21进行改造 使机能够朝着六代机的 空战平台发展 同年以来 美国空军一直在推进NGAD项目 这是由一系列不同用途的 有人驾驶与无人中程尿机 组成的研发计划 核心是取代F-2战机 美国空军在未来空战中 拥有制空优势 按照空军最初预计 NGAD项目应该在今年正式签署合同 然而在今年夏天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透露 NGAD的成本实在过高 单价远超千亿的F-35战机 至少达到3亿美元 这还只是一架战机的价格 很有可能成为史上最贵战斗机 即便是在军费上 丝毫不含糊的美军 同样承担不起 最终导致美军暂时停止了NGAD项目 并进行全面审核与评估 希望能找到一种相对折衷的方式 今年7月份 在一场由英国航空 与太空力量协会举办的 全球航空航天局局长会议上 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 展示了一种新型的 轻型战斗机计划设计 但是NGAD从重型战斗机 转变为轻型战斗机 是必要阉割部分能力 这就意味着 奥尔文展示的战机方案 可能无法给美国空军 提供足够的能力 不过在10月25日的一次采访中 奥尔文在被问及 空军对NGAD项目的审查 是否会获得更突出的地位时表示 空军并没有将这个问题排除在外 媒体表示 这意味着 未来B21可能会承担部分NGAD的作战任务 作为NGAD继续推进的应急之举 作为B21的厂商 诺斯多普公司自然对其抱有很大期望 认为这是全球首架留带飞机 其最大优势在于先进的隐身能力 数据共享能力 以及开放的系统架构 目前首架B21 已经从去年开始进行飞行测试 其他的相关测试 同样在顺利推进 至于美军其他武器项目研制时 常见的成本超标 进度延宕等情况有所不同 诺斯罗普首席指挥官表示 美国空军暗示 可能会增加B21的采购数量 不过奥尔文表示 美国空军仍在坚持 采购100架B21的计划 至少到目前为止 其实 美军计划让B21 承担更多的六代机任务的思路 并非今年开始浮现的 在2019年 美国太平洋空军空中 与网络负责人 斯科特·普莱斯少将 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如果将NGAD的概念 限制在传统意义的战斗机上 那么未来空军 考虑在高强度环境中 需要什么样的飞机时 就会显得过于狭隘 而一架具备空对空作战的B21 利用其优异的隐身能力 与一系列作战系统展开防御 或许才是某种意义上的 第六代飞机 毕竟如今的空军 还没有能定义六代机的 按照美军的想法 B21本身的尺寸 航程 升线 以及宽频隐身性能 甚至包括其他能力 都很适合某种形式的 空对空作战 比如B21内部具备 相当可观的内部弹舱 有效载荷能力 可以作为大量 空空导弹的发射平台 包括那些大尺寸的 超远程空空导弹 此外 B21还可以利用空地导弹 来执行防空压制 摧毁任务 而除了用于 直接作战以外 B21还可以充当 更重要的巨额所 比如空中 审计中枢 来支持其他战机的 指控任务 比如在高裂度空域 凭借超强的隐身能力 在前线进行播出 然后控制空军计划中的 协同作战飞机 与中程调机编队 同时 这些编队也能通过 对空载荷 将前线数据 传输给B21 甚至还能让B21 具备某些无人机的 挂载与发射能力 当然 火力军明白 总有一些人认为 说B21是B21的阉割版 廉价版 但火力军想说的是 B21指挥比B21强 没有其他任何可能 因为B21 压根就没有下降的空间 首先B21轰炸机 从首飞到现在 已经过去30多年 B21与B21之间 相差了30多年 B21造价 肯定比B21便宜 也只能是这样 因为科技也进步了 但便宜不等于战斗力弱 要看所处的时代 B21轰炸机最大的特征 是飞翼布局 B21也走出了这条路 但做出了更多的优化 毕竟B21更小 可探测面积 也就变小了 另外进气口 尾部喷口 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使得隐身性能 进一步提高 为了提高隐身能力 B21还使用了 新的隐身材料 B21的涂料 对雷达的X波段隐身 B21是全波段隐身 对所有波段隐身 在未来空战中 空中格斗 可能会成为历史 因为不仅仅是 作战平台在发展 空空导弹 同样越来越厉害 所以火力军认为 未来空战的主要形式 应该会是超市局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 空战平台的隐身性能 与空空导弹的作战性能 将是决定胜利天平的 重要因素 而拥有超过B21 隐身性能的B21 化身成为未来空战平台 自然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空军重点打造的 B21轰炸机 正在居于多用途化的发展 但将其作为 空中武器发射平台的设想 其实并不新鲜 1977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交停了正在研制的 BEA战略轰炸机计划 随即 波音公司提出了 第一代武库机的计划 改造波音747可机的机体 通过携带50至100枚导弹 然后在敌人防具外 实施打击 由于携带的武器数量巨大 如同带有一个巨大的武器库 所以这种飞机 也被称为武库机 与水面的武库舰 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当时的技术来看 美国对该型空中平台 寄予厚望 无论是自身携带的武器数量 还是作战半径 又或是后勤 所需要的加油机保障 可以发射数十枚 巡航导弹的空中平台 拥有远超其他武器的 作战灵活性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仅过去几年 在里根上台之后 战略轰炸机计划 又重启了 最终发展出了 BEB强气兵战略轰炸机 至于武库机的计划 就此格置 在进入21世纪之后 针对竞争对手 日历强大的防空作战能力 美国再次提出 武库机的研制计划 打算对多种远程飞机 进行探索性研究 包括C17这类的军用运输机 也包括波音777 空客A380这种大型民用机 探索这类大型空中平台 在空中作战的可能性 通过美国所选择平台 也能看出 采用大型平台来保障载弹量 选择成熟的飞机 降低改造成本 不过这类飞机 由于无法隐身 只能在防区外发射武器 等到了特朗普上台之后 开始将国防战略 转变为大国竞争 准备建设一支 具备更大杀伤力的美军 并加大远程导弹的储备量 为了提高导弹的空投能力 美军开始探索 大量空投远程导弹的武库机 直到2019年 美军提出了 托盘化弹药项目 也被称为迅龙计划 这项计划的主要目标 是探索利用现有运输机 投放武器弹药的可行性 与作战优势 通过将运输机改造成武库机 来增强美军的远程打击能力 在驯龙计划中 核心是托盘化武器系统 这套系统 由装备导航仪表的部署箱 装载在部署箱内的导弹 以及空投后稳定 部署姿态的降落伞等部件组成 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装满导弹的集装箱 在战时 美军可以利用战略运输机 携带这种集装箱 进行全球部署 在等到作战命令之后 就能将运输机 所有携带的集装箱投放 然后集装箱会根据美军 C-4ISR系统提供的目标信息 发射箱内的导弹 2020年 美军开始进行实际验证 利用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的后火舱 进行了三次托盘化 虚拟弹药的投放试验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表示 这是一种创新概念 旨在推动装备 半自动网络化弹药的武库机 拥有向敌方雷达和防空系统 发射网络化 需要直径炸弹的能力 还能与F-2 F-35等隐形战机协同作战 充当大量导弹的 空中发射平台 随后 美军授予落马公司合同 开发托盘化弹药武器系统 并在2021年 翡翠用时21演习中 运用MC-130J 在白沙导弹八场 空投了JSSM1R导弹箱 驯龙计划的最大优势 在于不需要对运输机 进行大规模改装 便能使其具备轰炸机的能力 这样拥有全球最大规模 运输机机队的美国空军 可以在短时间内 大幅度提升空中打击能力 而对套系统具备高度的 灵活性与兼容性 可以装载多种武器系统 比如JSSM联合空地防区外武器 JSSM1R增程型联合防区外武器 JDM1R增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以及MALD V型空射诱饵蛋等 根据设计方案 拖盘化武器系统 将用于三种规格 分别可以搭载4枚 6枚以及9枚导弹 对于C130这类的运输机 最大载弹量可以达到12枚 对于空间更大的C17运输机 最多可以搭载36枚 JSSM隐身巡航导弹 这个载弹量甚至超过了B5RH轰炸机 而美国空军拥有超过220架 C17运输机 这些计划本质上 都是借助网络化战场数据链 为这些空射的导弹 分发目标信息 至于这些导弹 到底是从战斗机 轰炸机 还是从运输机上发射的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目前 美军仍未进行大量装备 因为这些空中平台 有着自己的局限性 其一 这些飞机体积过于庞大 并且没有隐身能力 不仅容易遭受攻击 而且无法伸入敌方纵身作战 使其在打击敌方高价值 地面机动 或地下目标的能力有限 其二 由于前些年的技术限制 美国由卫星构建的战术数据链系统 并不是很完善 在美军面对竞争对手 并预期爆发高强度对抗环境时 难以保证武库机的通信联系 最后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是 美国希望武库机 不仅能针对地面或海上目标 同时还能打击空中目标 能够发射空对空导弹 但C130 C17这类的平台 无法与战斗机进行一对一硬钢 只能在防区外进行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空空导弹的射程 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过呢 B21作为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 在突防方面拥有非常大优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 驯龙计划可能并不适用于B21轰炸机 因为那是为运输机提供的方案 需要借助后级舱 但B21是没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只能采取新方案 比如发展更先进的空空导弹 可以让B21在更远的距离 打击敌方的空中目标 至于美国会采用什么方案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觉得未来空战还会有空中格斗吗 空空导弹又该如何发展 才能让削弱空中格斗能力的六代机 有效进行空中作战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个训续 会订阅 个ioè这�� proves 有钱 club confirmed 如果是火力军